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百尊者独祖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一公立人天 我是节目主持人袁芳 魁茂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前秋 祭护国喜灾水路大法会已经开始了 时间是在五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 是农历的三月二十四到四月二号 欢迎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信众同修赶快报名参加 我们的水路大法会 在节目里面呢 我们都会邀请到水路大法会相关的神职人员 一公同修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介绍 有关我们的法会的过程 今天很高兴 我们能够邀请到我们总本三 事务部的黄辉荣组长 黄组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的前面的闲事同修 阿弥陀佛 我是新博士事务部文书组组长黄辉荣 那目前我的工作呢 大部分都是在处理新博士的大小法会 法语文书等等的工作 那目前我们新博士呢 的法会大概分成两种 一种是定期法会 一种是不定期法会 那不定期法会 比如我们目前刚生产的 农历二月二 农台头万仙万火雇台湾法会 这种属于不定期法会 还有大家以前所听过的这种 天坑地洞等等的 这属于我们的 这种为国消灾为民祈福的 这一类的这种法会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定期法会 那定期法会呢 有属于我们目前有48个分式道场 他们都会有举行这个周年法会 就属于分式道场的一个定期法会 他们是由我们的助持法师 在大约三个月前提出 向换拜学院来提出申请 那申请之后呢 我们换拜学院呢会将这个申请书来汇报给各单位 会汇给院长或者我们的教务长 及我们的维新电视台 以及让宗主来签合以后 会送到我这里 那我在依照宗主的财士呢 来为各分式道场来制作文书与法仪 那再来就是我们总本三的定期法会 那就属于刚举办完成的这一个每年的 公祝阿弥陀佛法会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九九法会 我们会最近会连续举办五年 那再来就是我们即将到来的 农历的三月二十六日 公祝皇残老祖圣诞 举办户国习灾大法会 这也是我们两大定期法会 在法会的过程呢 会有很多的法仪 以及重要的是文书 在文书方面都是由黄祖长 依循着师傅所指示的文书内容 来制作给我们各位同修各分四道场 来做法会的举办 那黄祖长刚刚也从 跟着师傅从余孟山刚回来到台湾 黄祖长 是 我们是刚刚从大陆余孟山 举行二月二的 二月十九日的 公祝观世音菩萨 圣诞法会 刚回来 一群人刚回来 在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滞了几年 在今年度师傅开示 要回到云孟山再继续我们的法会 要去接法以及呼应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 那接下来也是在我们的水路法会上面了 那前置作业也是会有一段时间 就想要请教黄祖长 在我们水路大法会当中 我们的前置作业的流程 以及您会负责的范围会有哪些 是 那我们前置作业大概都是在过年 农历的过年前就开始制定时间 如树立登高的时间 树寿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 等时间确定了以后 我们会制作报名表 来开始供各界来做报名 那我先来介绍树立登高 那树立登高的一个作用 等于是宣告法会即将开始 那并供请天地神子来赐福 来接引十方法界众生 无事难以骨粉 全来授纳供养 那所谓树立登高 是台湾庙宇作教的一个 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法仪 那残疾山维新圣教总本山 预计于我们奎卯年农历论 二月二五十来树立登高 来招请来指引法界众生 来前来接受法言 授纳供养 这时候等于是掀开了 水路法会的序幕 那我们登高挂有七支圣欢 那分别是我们中华民族呢 15615姓氏族的祖先 那第二支是我们中华民族919位 天子帝王朱眷林 那第三支是我们中华民族 北朝鲜以来呢 恒雄天王204位天王总统朱眷林 那第五个是中华民族东渡日本呢 124位天王朱眷林 那再来是中华民族呢 3762次大小战争朱眷林 以及地球世界816次呢 大小战争皇室勋民 第七支是我们宇宙西空 十方法界众生 那在我们在升翻的时候 每一支翻下面 我们会挂一串鞭炮 同时拦起来 并准备金银财博 来供养这些钱来供养的朱眠 那我们每日呢 也会由我们私信班 来排班轮值 每日以喂食 来供送鬼谷先师天德金供养 那这时候呢 如果生坛以后 如果在水路好会 我们有来超度大连位的人 都能够都需要来我们谈诚前 来依禀告文书 来召请他们所超度的 这些大连位的这些株林 来入谈诚来接受供养 是 在法会之前呢 从过年农历过年之前 就有陆续相关的前置作业 直到我们法会结束 那也欢迎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同修 赶快报名参加水路大法会 带着我们的祖先 原亲债主等等的 灵魂界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法会 授纳供养 也想要请教黄组长 就是在我们的文书的部分 是您负责的业务 那在文书上面 一直也都会很好奇 有同修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的文书是黄色的 不是粉红色 不是白色等等 是 我先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文书 那文书也称为书文或书 那我们维新圣教也当然也有用过 灵文 脚趾文 或者蝶文 等等的 在道教统称为文简 那文是指文书内容 及文体 那简的话就是 它的封套 外面封套 以及属印等等的格式 那文书的功能就是 我们人先 人向神仙所祈求事项 所写的一个文函 也就是将自己所要祈求的事项 书血以止上 那透过后拜的仪式 生书送化之后 会有神职师 识直 非天捧颂天尊 将你送到你所要祈求的一个宫殿 那四十公朝 它能够上达天听诸佛菩萨 下达地府幽民各出殿 那四十公朝 非天捧颂天尊 在祈求活动当中 就好比人间的一个快递员一样 很快速的帮你送达 那它就像师父身边的 一个四大护法一样 只要师父一动身 那四位护法 马上会立即就定位一样 那文书也一样 只要在文书上面 一盖上法印 文书就成立了 那这个四十公朝 它会马上在旁边 护法着它 就当它的护法一样 那我记得我刚刚到 生活式服务的时候 不懂它文书的功德 就常常把做不好的文书 把它直接烧化掉 那就有一次师父 看到我在烧化的时候 他问说 非龙你在烧什么 我说把这些文书 把它烧化 不好的文书把它烧化掉 他说你这样 他用台语讲说 然后就很潇洒地离开 那我就留下我很疑惑的我 就想 谁会哭哭肿这样 那后来经过研读 找遍大量资料才知道 原来文书是有人在旁边守护着 他们随时只要你一烧化 他们就会帮你碰送掉 那我才知道原来师父讲的这些 是有人在守护的 对 那至于我们的文书上会有相当多的颜色 那颜色的话一般我们是以黄紫黑字为主体 它是属于一种大众的所有的文书 它是用这样的黄色跟黑字体的话是不会错误的 它是属于大众化的 那我们在喜庆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喜庆或祈求的时候会用到粉红籽跟红字 那比如说我们今年2月2 龙抬头的一个文书 是 它就是红籽 粉红籽红字 它是属于祈求类的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三年和鲁 也可能会用到粉红籽黑字 因为它属于另类的一个鹿仔 它是可以算是喜庆 它是一个粉红籽 那一般我们 我们一般通用 黄色黑字体的话 黄紫黑色体 比较不会用错 是 一般的文书的一个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红色的 那是要经过师傅开市 我们才来使用 是 是一般颜色区别 大部分是这样 是 在水路法会当中呢 有相当多的文书 会在我们的服务台当中 来让各位观众朋友 以及来参加的师兄师姐 依照我们所报名的莲位 来寻找我们适当的文书 那在这些当中 有很多的项目 其实一开始 第一次参加的同修 应该不太了解 乌萨萨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现场也都会有法工同修 来帮忙大家 来做一个说明 那在这边要请我们黄师兄 黄组长 先事先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 是 那我们水路法会的一个 各项操作呢 都会有一个小记文 那我们每年的 在事务部旁边呢 会设有文书组的一个 服务台 那只要你有操作过 然后有一个他 进入办公室呢 他会给你一张编号 我们称为小白单 那你拿着那个白单 来到我们服务台 服务人员会将你上面 所要操作的各种 连位文书呢 会帮你准备好 那我们的文书呢 大概有 这一个祖先的一个 超度利贷祖先的一个文书 那我们第二项呢 大概就是我们个人祖先 那个人祖先 在个人祖先 这个项目里面的文书 会有相当多 那我们比较着重的 就是在于我们 是不是往生一年内的一个文书 那如果是在往生一年内 我们就 不管那个 你的个人祖先超度的对象是谁 我们都先所使用往生一年内 那往生一年以上 我们再来寻找是 你超度这个人是你的 对象是你的谁 比如说你的亲人 那我们就用亲人文书 那你的这个朋友 我们就用亲戚朋友的文书 那或者他是往死的 我们有一个往死的文书 或者是你的子女 我们有超度子女 或者是报恩娘家等等的文书 那我们再来分类做文书的找寻 那我们第三项就是我们的冤亲寨主 那冤亲寨主呢 比较简单 它里面可能还设有 这一个病魔冤亲寨主 那只要你超度的时候 你身体不舒服 我们可以在冤亲寨主 下面括号加一个病魔 它就会帮你设一个病魔冤亲寨主 对 那我们可以在柜台这边呢 寻找我们的病魔冤亲寨主文书 它是跟这一个冤亲寨主 是在同一个类别里面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 婴灵的部分 那婴灵的部分的话 它有这一个婴灵以及妖王儿 那妖王儿呢 是属于这一个七岁以下往生的 那出生以后到七岁以下属于妖王儿 以及婴灵 它会有这两类的一个文书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一种 地基组 地基组它可能是分为 这一个工厂地基组跟住家地基组 但是我们这一个地基组文书的话 都是属于同一种文书 它都是一个 等于是祭拜地基组一样 那上面可能会 就多了一个住家或工厂 那你再去把它化掉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十方法界众生的这一个文书 等于是大连位的文书 那一般我们大连位它可以设很多种 比如说 这一个地基组它可以设大连位 冤亲在主可以设大连位 并无冤亲在主都可以设大连位 它有文书的我们是依照 你的文 它有归类的一个文书 那找不到的比如说 十方法界众生的这种 不是男女骨粉的 我们才用这种大连位文书 来做一个超度 那大概文书上的一个分类是这样 那在今年有遇到一个 就是一个师姐在询问 那之前有出了一本叫做 水路会法语的一个书 那里面有一个问项里面有一个说 宠物林它是设在冤亲在主连位里面 那今年呢 在要去师傅部报的时候 师傅部的不给他报 说要求设在这一个大连位 因为大连位他必须要设一个 三桌的补桌 那为什么跟书部一样 以前是设在大连位 那我再去请示师傅 那师傅有 师傅是说 我们宠物林 他目前还没有资格坐在大连位 所以宠物林 他还是一样要设在冤亲在主上面 如果设在大连位以后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个是正确的 那我们还是回归到 他是要属于这一个 冤亲在主这方面 因为他是宠物林 如果是被宰杀的 被人类所宰杀的 他可能就是要在大连位上面 如果是我们个人所养的 这种动物林 宠物林的 要超度 我们就是要设在冤亲在主 但是目前没有文书 我们就是去拜拜他 请他随佛祖去转化人生就可以了 这是今年比较特殊的 在目前现在很多生活上 大家都会养宠物 那也跟宠物有相当大的一个情感感情 所以在法会当中师父在每一年每一年 依照我们自己师兄师姐所提问的不同的问题等等 来做一一的解答 从最一开始到现在 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相当多的妙法的解答 每一次都是要跟师父做请示 是 如果有比较一些特殊的 那比较大家有疑问的 那我们就会重新再做 请师父做一个开示 那让大家都有一个 有一个华可运行这样 是 那在文书上面呢 除了刚刚我们黄租长有提到 在祖先的部分 冤亲在主 殷灵等等 其实都是分得相当细 师父也希望说 在这样的一个 每一个文书上都是能够很精确的 让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冤亲在主 灵界朋友 都能够收到这个功德 除此之外在净土坛之外 在我们维心圣殿也会有一个坛城 想要请黄租长 是 我们维心圣殿称为元寿 那元寿坛呢 那里面呢 我们也有设一些灵位 比如说我们各分寿道长 每年建筑的这些建设功德组 我们会把它的长生入位 设在里面 以及我们超度的 和家平安的一个灵位 也是设在这一个元寿坛里面 那除了这两个灵位以外 我们每年的一个 3月15日 6月15日 9月15日 以及12月15日 我们都会举办 收弃孙的一个大典活动 那只要我们有被收弃孙的 这一个小朋友呢 我们都希望呢 那我们每年的水路法会呢 家长能够把他们带回来 为我们的王残老祖来祝寿 那所以我们也会有这一个 契孙祝寿的一个文书 对 那你们回来呢 可以来我们的这个文书祖的柜台这边 来向他们索取这一个 契孙祝寿祭文 是 然后进入大殿呢 来禀报 来向老祖来祝奏 这样是 那还有呢 我们为了要 要 我们的事业要顺利的话 我们也有利用这个时候呢 来跟老祖祝寿以外 我们可以来祈求我们的事业顺利 所以我们柜台也有一张 这一个祈求事业顺利的一个文书 我们欢迎有做事业的人呢 我们可以来向我们柜台来索取 那再来就是我们小朋友 最重要就是考试光明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金榜提名 那所以我们每年的3月26日 我们的3月份也是到我们 即将到我们考试的一个热期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 来我们这里有一张 考试光明祈求加持的一个祭文 也是在我们文书组的柜台 那我们只要遇到我们要考试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候 来向老祖祝寿 顺便来祈求老祖的加持 事故我们考试能够光明 是 讲到考试呢 自己做父母的就会最担心 孩子的学业啊 成绩上面等等 也想要请黄组长再一次补充 有关我们考试的文书 如果说在水路法会期间 来到仙佛寺 我们是不是还要另外再准备什么 一起供养老祖 以及往往都常常会可以看到 在我们维新生殿 会有人祭拜我们的金沙巧克力 是 那每次呢 我们这个来的话 我们是我要带什么 我们树心最重要 当然如果你要带一个 就是供品水果之类的 当然是相当的好 那最重要的 如果你考上你的一个 颅院的一个学校的话 黄残老祖呢 他很喜欢金沙巧克力 所以你回来还院的时候 可以来买一些金沙巧克力 回来还院 并跟大家来分享这样 这样是一个还院的方式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我们仙佛寺呢 有相当多的一个 常常可以吃到一些金沙巧克力 就是人家来考试 埋怨了回来一个还院的现象 是 在很多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们师兄师姐呢 带着金沙巧克力 或者呢 还有红蛋等等油饭 来回来总本三 来跟老祖师尊还院 那也欢迎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同修 有时间我们就到仙佛寺 一起来参香礼拜 老祖师尊 或者是全省各地的道场 都欢迎大家来参香礼拜 那在水路法会期间呢 会有很多的法仪文书等等 还有很多我们参加法会的注意事项 当然在现场都会有法工 来一起为大家服务 那我们请黄组长 再一次邀请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参加水路法会 是 在人生的旅途上呢 总会遇到一些跨不过去的障碍 或迷惑 总是希望有人来为你指点迷津 或帮你解惑 或许来参加法会 是一条相当明智的一条路 那不管你过去是否参加过法会 不管你报名了没有 或你目前正有一些疑惑 欢迎来参加法会 我们的法会呢 日期今年是从 国荣历的3月24到4月2日 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 是 那私务部的电话是 049-2724-669 049-2724-669 欢迎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以电话来做询问 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 我们黄组长 在这一集来介绍有关法会的文书内容 谢谢黄组长 阿弥陀佛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义公立人天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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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